大家好,欢迎来到护江网校法语课堂 护江网法部分以后可以快速掌握的一些内容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第二个场景呢 可以说就更加简单了 我们需要通过它来新掌握的知识内容并不多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利用这一段场景的对话来做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我在之前的课中曾经提到过 叫做Dixie,也就是听写的练习 那因为今天是第一次做 所以我们降低一点难度 Dixie呢也分好几种 有完全的Dixie 也就是整一段文章的内容都是需要我们来写的 那也有填空式的Dixie 比如说我们法语四级考试当中 听力部分的最后一块呢 就是在一篇文章当中挖十个空让我们来填写 那这种呢比完全的听写肯定是要简单一些了 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开始练起 所以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 大家将会听到三遍这一篇对话的内容 前两遍呢我给大家播放课文的录音 那么它可能会有一些快 大家来试一试自己能不能跟上节奏 那第三遍呢 留你老师来给大家读一遍 会放慢一些速度 我们来填写在这篇文章当中 老师挖出来的十个空 那我们的练习形式呢 同学们可以先在自己的草稿纸上来写这十个单词 那在三遍录音结束之后 我们再把这十个单词填到课件上相应的位置 来看一看你自己可以得多少分呢 好 如果准备好了的话 我们开始吧 我们开始吧 剧场上相应该 好,我们再听一遍, 那要提醒同学们,你光听出来了,可能并不够。 有一些地方,你也需要注意,有没有陷阱在里面哦。 你会找到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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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她的妻子。 你会找到哪儿? 我认为她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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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你认为我的家吗? 我认为她的妻子。 我认为她的妻子。 我们开始。 你会找到哪儿子吗? 我要很多地方。 diferentes。 你可找到哪儿子。 我认为 啊 je vois comment il va françois très bien vous connaissez ma famille alors je les connais tous je suis né ici j'allais à l'école avec votre oncle mais venez prendre un café à la maison bon c'est tout bon c'est parti bon c'est parti b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大家的正确率都如何呢? 应该来说,我挖的这几个空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按照我们现在的学习进度应该是都能够填出来的,那么可能会错一两个因为拼写或者粗心的原因犯的错误,错更多呢就不应该了,不过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练习的这样的形式,那以后呢我们在课堂当中也会多多的给大家练习的机会。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一篇文章,那听下来应该是觉得它确实蛮简单的,对不对?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那我们就重点看一看,需要我们填的这些地方有没有什么陷阱是需要注意的呢? 首先我们看背景的介绍,quelques jours plus tard,几天以后,也就是c'est un'发生的几天以后。 我们这里可以重点来看一下这个quelques的用法,其实之前也接触过很多了,那这里quelques jours,我们就翻译成几天以后。 那quelques呢原本是一个形容词,它可以表示某些或者几个,我们首先来看它表示某些的情况,我们最熟悉的就是quelques jours这样的用法,quelques就是某人,someone,somebody,而quelques jours呢就是something,因此在这两种表达当中,quelques表示的是某些, 那我们平常在讲到句子用法的时候呢,经常会用到它们的简写形式,不过这里有一个小细节,不知道同学们注意到了吗? 有没有发现,quelques的简写最后是没有那个点的,而quelques jours却是有一个点在后面的,可能有一些细心的同学很早就注意到了,然后在想是不是我们课间制作的时候粗心漏掉了点,或者多加了点呢? 诶,其实不是,它有没有点是有依据的,而这一点呢,我留给大家在课后去思考,你觉得为什么quelques没有点,而quelques有一个点呢? 这是留给大家自己思考的题目了,那quelques除了表示某些之外,也可以表示几个,比如说这里的quelques就是几天,或者呢,也可能有quelques这样的说法,就是几个人, 当然也有quelques une,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和quelques的意思区分开来,quelques表示几个的时候,它是可以用复述形式的,quelques jours, quelques uns, quelques unes,好,那我们回到场景当中, 几天之后,几天之后, à Saint-Malo,在 Saint-Malo, devant la maison de l'oncle de Camille, 在 Camille叔叔的房子前面, devant,表示这个方位, 在他的前面, 这个如果填不出来呢,说明关于方位的那些记词, 你已经忘得差不多了,那也是时候应该复习一下了, devant,在什么什么的前面, devant la maison de l'oncle de Camille, 因为在épisode 9,第九单元的最后一个场景里面, Camille曾经说, 他在网上查了资料, 找到了其中一个叔叔的住址, 所以呢, 现在他来到Henna这个地方读书, 抽空就去找了这个叔叔, 那么, son oncle est-il là? 他在那里吗? 我们的对话中并没有出现l'oncle de Camille, 而是le voisin, voisin是邻居的意思, 也就是住在附近的一位, le voisin, 那如果是女邻居呢? 加一个n, voisin, 这一发音, voisin, voisin, alors le voisin a dit, 他说, vous cherchez quelqu'un? 您是在找什么人吗? 我们会看到Camille呢, 她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的形象, 而这个voisin, 可能你从声音上就能听出来她年纪比较大了, 那从后面的场景内容来看呢, 她也确实是有一些年纪的人了, 但是她对Camille的称呼, 仍然是vous, 这就是法国文化当中, 对于陌生人的一种尊敬的情绪, 即使是比自己小很多的一个小辈, 也会用vous来称呼他, vous cherchez quelqu'un? Monsieur Patrick Dantek, il habite bien ici? 我是来找Patrick Dantek先生的, 他是住在这里吗? il habite bien ici? 这里唯一有可能导致大家听不出来的呢, 就是il和habite中间有一个联音, il habite bien ici? 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把habite的变位做得非常熟练了, 那这一点应该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她就问这个邻居, 这位Dantek先生确实是住在这里吗? 那邻居怎么说呢? la maison est à lui? 这个房子确实是他的, 用到的借词a表示所属, la maison est à lui? 这里有一个连诵, 同学们能够听出来吗? 所以呢, 这就要求我们平时自己在表达的时候, 就能够注意到这个连诵, 那么我们在做听力, 做一些Dictet的练习的时候, 才能非常熟练的把它给听出来, la maison est à lui, 但是呢, 我们并不是经常能够看到它, 那您知道我在哪里可以找到它吗? 这个词可以说在最近的学习当中, 出现的频率还是蛮高的, 那我们来简单的梳理一下, 我们所需要掌握的这个极物动词的两种基本用法, 首先, 在这句话当中, touvé表示的是找到这个意思, 我们也注意区别chercher和touvé, chercher呢, 是去找的一个动作, vous cherchez quelqu'un? 您是在找某人吗? 而touvé呢, 更加强调结果, 找到什么什么, vous savez où je peux le trouver? 我们注意这句话里呢, 有用到一个伴助动词, pouvoir, 我们经常说, pouvoir faire quelque chose, 那通过这句话, 我们也掌握一下, 如果是用到了pouvoir, 或者vouloir, devoir, 这样的一些句式, 我们的直冰或者建议人称代词, 应该是放在不定式动词的前面, 所以我能找到它, je peux le trouver, 我想要找到它, je veux le trouver, 我应该找到它, je dois le trouver, 这个点呢, 我们其实通过几个句子, 就可以记住了, vous savez où je peux le trouver? il voyage beaucoup, 他呢, 经常会出去旅行, vous le cherchez? pouvoir? 那您为什么要找他呢? 这里强调的是动作啊, 找他是为了什么? pouvoir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我们很熟悉的啊, 不关那首歌, vous le chercher? pouvoir? je suis sa niece, 我是他的侄女, 因为是他兄弟的女儿,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学到, 侄女叫niece, 那侄子呢? 侄子或者外甥, 都叫neveux, neveux, le neveux, la niece, je suis sa niece, 我是他的侄女, 所以过来找他的, 那, 鄰居的反应是, la fille de Mathilde, 那你是 Mathilde的女儿吗? non, de François, 不, 我是François的女儿, François est revenu de Nouvelle-Calédonie? 我们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邻居对他们家是非常了解的, 而且也应该是上了一些年纪的, 因为François在25年前就离开了这个地方, 去了新卡利多尼亚, 而这个邻居呢, 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他说, François从那里回来了吗? 这个revenu可能是很多同学没有填出来的一个空啊, 那也许是因为revenu这个动词, 我们没有重点的讲过, 那我们现在猜测一下他的意思, venu是来, 那revenu呢? re的前缀可以表示再次, 所以就是再次来, 也就是回来, 所以这个词我们可以记一下哦, revenu, 那他同样也是一个表示位置移动的不及物动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François est revenu, 他这里用了passé composé, 而助动词用的是être, il est revenu de nouvelle qualité de vie, 那我们在做dictée的时候呢, 其实碰到这种如果不是特别熟悉, 甚至没有学过的词呢, 也不用非常的慌张, 你是有办法可以把它做对的, 比如说这个revenu, 如果同学们对于venu的过去分词, venu非常的熟悉, 那再加上遇到了很多re这样的前缀, 我相信一些聪明的同学是可以猜出来他的意思的, 那如果说还没有这样的语感呢, 其实我们靠拼读也是一个好办法, 因为法语单词的发音呢, 可以说比英语要规律多了, 有一些词即使你完全不认识, 那你掌握好了拼读规律, 也是有可能把它完全拼对的, 比如说hevenu, he和v都可以听到小口的e, 那如果是在拼读上比较有经验的同学呢, 应该可以猜出来, 还是reve这样的一个拼法, 那最后的nu就更简单了, 基本上除非它是两个n这样的情况啊, 但是就算是拼错了, 也总比空着好, 对吧, 所以我们在做dick day的时候碰到不认识的单词, 也要会有一些方法去把它猜出来, 说不定就拼对了呢, 或者说不定你靠拼读拼了一半, 突然间就看出他的意思来了呢, 也是有可能的啊, 好, 那我们看, François est revenu de Nouvelle Calidomie, non, c'est moi, 没有, 回来的是我, je fais des études à Rennes, faire des études, 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短语啦, 那么études, 有没有写成复述呢, 这个也不应该错啦, je fais des études, ah, je vois, 嗯, 我知道了, 我明白了, comment il va François? 那François他进来可好, 一切都好, comment il va? très bien, 他很好, vous connaissez la famille? 这么说起来, 您非常的了解我们家咯, vous connaissez, 也是同样的, 只要对于gonettre的变位形式掌握好了, 平时让大家去做动词变位的时候, 都有练习的, 这个gonessé也应该能够填出来啊, 注意它是跟在vous的后面, 所以最后是e z的结尾的, connaissé ma famille? je les connais tous, 你整个家庭里所有的人, 我都认识, je les connais, 很好理解, 这里的les, 指的就是les membres de votre famille, 你家里的那些人, je les connais, 而这个tous呢, 我们听到最后的s, 老师有发音, 所以它也是一个泛指代词, 在这里做同位语, je les connais tous, 他们我全都认识, je suis né ici, né是什么呢? 是动词netre的, 过去分词形式, je suis né, 我出生在, ici, 出生在这里, j'allais à l'école, avec votre oncle, 我还和你的叔叔一起去上学的呢, 我们两个还是同学呢, 那aller, 大家也没有听出来呢? 它是动词aller的, 未完成过去式形式, 第一人称单数的, j'allais, du aller, il aller, elle aller, 我们是不是再次体会到变味的重要了呢? j'allais à l'école, avec votre oncle, mais venez prendre un café à la maison, 他也非常热情, 邀请甘蜜野去他家里喝一杯咖啡, 而我们下一个场景呢, 就会发生在这位邻居的家中, 他们会继续讨论甘蜜野这些家人的近况啦, 好, 那我们今天通过这一个场景来做了一个简单的对练习, 如果你从中发现一些问题了呢, 也可以在课后采取一些弥补的措施, 把忽略的知识点再给巩固好哦。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